从小就疏于管教的女儿 长大后成了啃老一族 他不肯工作 甚至家务事 也一点不愿意沾手 父亲的忍让 令他越发肆无忌惮 甚至想把家里的财产 都占为己有 反正拆迁款都得归我 你敢给别人一分 你不死我还要弄死你们呢 面对女儿的撒泼无礼 父亲终于忍无可忍 举起了手中的铁棍 女儿别逼我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张大爷老两口 在温暖的屋里正说着话 连电视都没开 听口气 像在商量什么严肃的问题 突然院门响起了 重重的杂门声 同时一个女人尖锐的声音传来 开门 快给我开门 我知道你们在家 别想装死 院门在这激烈的撞击中 发出不堪重负的响声 张大妈吓得脸色都变了 她转头对张大爷哭道 这日子没法过了 咱俩都快七十岁的人了 她对咱们跟对仇人一样 你看她就是要逼死咱们啊 你自己决定要怎么办吧 这砸门的人 是张大爷已经四十多岁的女儿张丽 而张大妈是张丽的继母 说是继母 但是张丽其实也算是张大妈一手拉扯大的 张大妈嫁给张大爷时 张丽才六岁 生母在她五岁的时候 就因病去世了 张大爷那时候娶张大妈 也是为了女儿张丽着想 她一个大男人 又要上班 又要做家务 心又不够细 女儿被她照顾得面黄肌瘦 张大妈不是坏心眼的人 她带张丽 虽说没有像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小刚一样 自然亲密 却也绝对不坏 连街坊邻居都说 这后妈很不错啦 开始几年 张丽年纪小时 母女俩处得还是不错的 只是张大妈有时候觉得 这张丽性格太孤僻 张大妈的记忆里 最不能忘记的 是那次张丽虐猫的事情 她当时亲眼见到 才十岁的张丽 抓着偷吃她鲸鱼的小野猫 把那猫的嘴 向地上狠狠地蹭 眼看着猫脸 就被蹭得血肉模糊 谁知张丽脸上 还挂着笑容 嘴里嘀咕着 我让你偷吃 我让你偷吃 这件事 把张大妈吓得一大跳 跟丈夫老张说了 老张根本没当回事 只说孩子小 调皮是天性 长大了就好了 张大妈嫁过来后的第五年 意外怀孕 生下了儿子小刚 小刚的到来 给张大爷带来了 无穷的喜悦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却刺激到了一个人 她就是刚刚进入青春叛逆期的 女儿张丽 她觉得小刚夺走了 本来都属于她的爱 张大妈好多次看见张丽 用敌视的眼光 看同父异母的弟弟小刚 还有几次比划着 要去打摇篮里的小刚 甚至有一次 特意把被子 堵在小刚的口鼻上 这难道是想杀了弟弟不成吗 张大妈很是担心 但是她知道 在没有发生什么恶果的情形下 跟张大爷说了 她也不会信 也不能把张丽怎么样 但是儿子可是她的命根子 她舍不得她冒一点险的 她于是更加远着张丽了 不肯让儿子跟张丽有一点亲近 母女俩越来越疏远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张丽别说妈 连阿姨也不肯喊张大妈一声了 而粗心的张大爷 对张大妈和女儿张丽之间的 这些波动毫无察觉 她对女儿倒是一直很好 可称得上是溺爱了 张丽说什么是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把张丽惯得愈发任性 听不得别人一个不子 尤其对张大妈和弟弟小刚 要不然就是视而不见 当他们不存在 要不然就是恶声恶气地说话 那些年因为张丽 张大爷和张大妈没少恶气 张大妈越来越觉得 这继母太难当了 可是依张丽的想法 她还一肚子委屈呢 她曾在跟父亲的吵闹中发泄过 父亲和继母明明爱小刚 多过爱自己 上了中学 进入青春期的张丽 比别的孩子更加叛逆 抽烟喝酒夜不归宿 跟一些社会人拜干姐妹 张大爷这下受不了了 终于意识到女儿需要管教了 他开始对女儿严厉起来 甚至破天荒地打了张丽几次 从没有挨过打的张丽 气疯了 越发变本加厉地闹 和父亲对抗 张大爷本以为 这是因为张丽还小 不懂事 大一些就好了 可她哪知道 女儿长大以后 才真正是她 噩梦的开始 已经二十多岁的张丽 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啃老 这一待就是十几年了 她不肯工作 甚至家务事 也一点不愿意沾手 要是张大爷老两口不做饭 她就能一直饿着 后来外卖越来越方便了 她就干脆用张大爷的银行卡 绑定了支付宝 天天换着花样的点餐吃 她这日子过得是挺滋润 但是张大爷老两口 却是苦不堪言 眼瞅着退休机 每月还不够张丽吃外卖的 更奇葩的是 为了一直住在家里 让张大爷养着她 张丽甚至婚都不肯结 当然了 恋爱她是没少谈的 只不过那些男人稍微了解她一点之后 就都谈不下去了 就这样一天天鸡飞狗跳地折腾着 弟弟小刚也长大成人了 结婚了 为了给小刚娶媳妇 张大爷把他们住的房子 过到了小刚的名下 这也是因为他们这房子 房改的时候需要支付房款 用的还是小刚打工赚来的钱 但父亲的做法让张丽十分不满 找茬就跟家里人吵闹 终于有一天 张丽和新媳妇又吵着吵着打起来了 张大妈上前拉架 张丽居然一下子 把张大妈推的头 撞在厨房的大理石台面上 眼瞅着血就流了一地 见亲妈被伤成这样 小刚再也受不了了 这十几年她被张大妈劝着 不跟张丽计较 眼瞅着她像寄生虫一样 喝爹娘的血 她实在是再也忍不下去了 小刚下决心 要让张丽搬出去 免得她再伤害母亲 小刚会怎么做呢 她决定起诉张丽 把她告上了法庭 要求张丽搬离自己的房子 庭审时候张丽各种哭闹 撒泼打滚 说张大爷重男轻女 说张大妈虐待她 说小刚要逼死她 最终张大爷没办法 答应给张丽二十万 张丽终于答应搬走 法庭将他们的和解意见 制作了调解书 张丽拿到二十万 心花怒放 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大爷张大妈和小刚 也都松了一口气 那么是不是这二十万 真的解决了家庭矛盾 张丽的阴影 是不是从此 不会再笼罩着老张家了呢 还真不是 张大爷他们这口气 松得还是太早了 拿了钱的女儿 把自己嫁了出去 但婚后很快 就被丈夫看出了本性 你如果永远活在 你那个自私狭隘的世界里 谁跟你都没法一起生活 离了婚的张丽 再次回父亲家去闹事 逼迫继母与父亲离婚 还等着我们黏你呢 是吧 你就不能要点脸呢 张丽逼着继母与父亲 离婚的目的是什么 老两口又该怎么办呢 女儿别逼我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班离后的张丽 居然不久就结了婚 也是她吸收了 以往失败的恋爱经验 婚前演示得很好 更编造了一个 被继母虐待 亲爹亏待 弟弟弟媳妇 欺凌的可怜绅士 博得了丈夫的同情 顺利结了婚 说起来小丽 装样子的功夫 还是很不错的 她甚至开始 对张大妈和小刚 也和颜悦色起来 这时张大妈心里 还存着希望 希望跟她能好好相处 因此当张丽 要求她帮忙带孩子时 她也立刻答应了 可惜过日子 不是过家家 朝夕相对 就算影帝 也不可能做到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的演戏呀 丈夫 渐渐就发现不对了 尤其张大妈 来开始帮忙带孩子后 看着张大妈 每天忙前忙后的 对儿子也尽心精力 张丽丈夫 就早明白事情 绝不像张丽 找钱说的那样 但是已经结婚了 能担待的 也就担待了 本来她也没想 揭穿张丽 谁知张丽也以为 已经结婚了 可以不用装了 所以越来越不掩饰 她的冷漠和自私 说实话 张丽对儿子的爱 那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疼起来 恨不能上天摘月亮 让她割肉 给儿子吃都可以 不疼的时候 就横眉冷对 才那么一丁点大的孩子 她居然就能 忍心饿着她 终于有一次 她心情不顺的时候 嫌弃孩子走撒尿 让她换了好几次尿布了 一生气 拎起来孩子就甩了出去 可怜孩子 那么嫩的筋骨 哪惊得起她这样 腿立刻被摔断了 这事让张大妈和张丽 大吵了一架 气愤地回了自己的家 她对张丽 是彻底绝望了 张丽丈夫这次也忍无可忍 她坚决要求离婚 等到孩子腿 治好了出院的时候 张丽和丈夫也离了婚 为了要孩子 张丽丈夫宁愿净身出户 张丽觉得这次 可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毕竟他们住的房子 可是张丽丈夫婚前买的 居然也给了她 她想着 有了钱 男人还不好找 就乐得同意离婚了 张丽丈夫离开时 对张丽说 你如果永远活在 你那个自私狭隘的世界里 谁跟你都没法一起生活 离婚后的张丽 越发觉得自己 这套做人的原则是对的 她的人生经验告诉她 无情无义 才能让自己活得更舒服 先是爽无赖 从父亲那里拿走了20万元 然后结婚离婚又得到了一套房子 对张丽来说 亲情早已被她抛到了脑后 认为撒泼耍赖 就能有钱拿的她 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并很快就开始实施了 下一步的要钱计划 半年前的一天 张丽再次出现在张大爷家 继母不在家 只有张大爷在 张丽就对父亲说 自己太不幸了 小小年纪母亲就不在了 自从有了弟弟以后 父亲和继母老是偏心眼 如今自己又离了婚 后半辈子没了着落 父亲不能再偏心眼了 家产得重分 说的父亲张大爷是怒火中烧 却又不敢发作 心想 这个冤家胃口越来越大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原来张丽突然听说了一个消息 是关于张大爷家那老房子的 房子在郊区 是一所带院的小二层楼 这还是当初张大爷和张丽妈结婚时盖的 自从搬去城中心后 张大爷一家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 但是张丽却听说呀 那里要拆迁了 说是高铁要经过 他就一想天开了 估摸着拆迁补偿 应该挺丰厚的 张丽的算盘打了起来 这笔拆迁款 那可必须是他的才行 他知道小刚夫妻去了外地打工不在家 于是天天开始去找张大爷了两口闹 砸东西骂人 张丽不仅这样纠缠父亲和继母 甚至还给弟弟小刚夫妻俩打工的单位写举报信 说小刚夫妻俩偷东西 诸如此类的 害得小刚夫妻啊 换了好几个单位 老张夫妻不得不再次妥协 请街道的人出面调解 在多人见证下 张丽和父亲达成了他想要的协议 老房子如果将来拆迁 拆迁款分为三份 张丽一份 弟弟小刚一份 老张老两口一份 可好景不长啊 没过多久 张丽又后悔了 对这协议也不满意 继续上门吵闹 为了抢占拆迁房 他竟逼着结婚三十多年的父亲和继母离婚 就为了把继母踢出去 张丽可觉得自己的理由充分极了 跟张大妈叫嚣着 那老房子是我亲妈的 凭什么让你占便宜啊 你就应该快点跟我爸离婚 离开我家 还等着我们年龄呢是吧 你就不能要点脸呢 这话像刀子一样扎向张大妈的心头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他那么辛苦照顾长大的孩子 怎么会这么对他呢 甚至一点都不念 他当初帮他照看孩子时受得辛苦啊 不会吵架的张大妈只会以泪洗面 张丽这样天天闹得四邻都不安 张大妈也是饭吃不好 觉睡不着 老两口不堪其扰 为了不让张丽继续祸害儿子的房子 更是为了躲着他 离他远点 于是商量着搬回到了老房子居住 可没想到搬回去后 这麻烦事竟然更多了 其实这老房子根本就没有要拆迁 更谈不上拆迁款 老两口本来就打算晚年回这里养老的 可以在院里种种菜养养鸡鸭 这次搬回来啊 也是因为他们想着 一来老房子 街坊凝聚都是几十年的老乡时 更愿意互相帮衬 张丽再来啊 也能有人帮忙劝着点 二来呢 有院门挡着 还能多一道屏障 谁知道张丽又追到了老房子 张大爷怎么跟他解释 没有拆迁这回事 他都不信 就是闹着 让张大爷和张大妈离婚 而且谁劝他 他就骂谁 张大爷觉得自己这张老脸呢 是丢尽了 而且这会儿啊 大家都看明白了 张丽就是在借题发挥 就是诚心想赶走张大妈 为的是啊 以后张大爷的遗产 所以拆不拆迁 他都会闹的 张大爷被逼的 没有一点办法 甚至拿着绳子 要当女儿面上吊 张丽却眉头都没动一下 他跟张大爷说 爸 你就别跟我演戏了 这都是我玩剩下的 你还真舍得死啊 再说了 你死不死我是不管 反正拆迁款都得归我 你敢给别人一分 你不死我还要弄死你们呢 大家同归一尽 张大爷老泪纵横 只喊造孽 自己怎么就生了 这么一个六亲不认的畜生呢 最近一次张丽来闹 张大爷想到了警察 报警之后 警察来了 张丽就偷偷躲了起来 张大爷哭得鼻涕一把 泪一把的 几次都要背过气去 求民警同志救救他们两个老人 女儿张丽要逼死他们了 警察找到张丽 严厉批评教育了他 可是他们毕竟是一家人呢 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下 警察也不能天天 帮张大爷看门不是 警察刚一离开 张丽就又回来了 还变本加厉地大闹起来 拿起什么摔什么 连张大妈柜子里的衣服 都被他剪成了布条 他说了 不离婚他就要杀人 这可怎么办呢 女儿如此这般 张大爷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无奈的老两口合计了一下 想起来老话说得好啊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还是他们一直以来啊 太迁就张丽了 他才会这样蛮横 必须吓一吓他 让他知道泥人也有土性 没准他就不敢再这样了呢 面对女儿张丽的再次上门骚扰 被逼极了的张大爷 拎起了手中的棍子 他一脚踹倒了张丽 剔头盖脸 不管不顾地 抡起铁棍打下去 张丽最终被打到没了呼吸 停手后的张大爷瞬间崩溃 他竟然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吗 女儿啊 你为什么要逼我呀 张大爷被以故意杀人罪 提起公诉 承办律师 示意张丽有错在先为有 请求对张大爷宽大处理 对此法院会如何审理呢 女儿别逼我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正说着呢 这不就又听到了杂门声 张大妈哭喊的话 更加刺激了张大爷 是啊 张丽这就是要逼死他们啊 老两口就商量着 如果他再无理取闹 就打他一顿 商量好后 张大爷起身 就拎起了厨房 捅炉子的铁棍 然后躲在了门后 张大妈也屏住呼吸 跟着张大爷身后 张大爷开门之后 张丽到客厅沙发上 往那一坐就开始开骂 张大爷拿出铁棍 准备打他 哪只铁棍刚一举起来 就被张丽抓住了 俩人拉扯之间 来到了门外的院子里 这眼看老伴要吃亏 张大妈也赶紧拿着棍子 冲过去帮忙 张大爷本以为 女儿挨了打 知道自己要动真格的了 会害怕 谁知道他不仅不害怕 还冲上来 跟自己对打 张大爷这回是真的动了肝火 他一脚踹倒了张丽 踢头盖脸 不管不顾地 抡起铁棍打下去 张大妈也气急了 没拦着不说 还帮着打了好几下 终于张丽挣扎得越来越微弱 渐渐就不动了 听到声音的邻居们赶过来 看到张丽倒在雪坡中 有胆大的过去一试 已经没有了呼吸 张大爷健壮 手里的铁棍再也拿不住了 当的一声就掉在地上 他也跟着瘫软了下去 他竟然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吗 女儿啊 你为什么要逼我呀 尽管当时就叫了救护车 但张丽还是因为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死亡 张大爷两口子 也被赶到的警察 带进了看守所 那么女儿张丽有错在先 张大爷不堪其扰杀死女儿 张丽的行为 法院会如何审理呢 这正涉及到 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被害人过错 减轻处罚 首先我们要说 被害人有过错 可以减轻处罚 这不属于法定量刑情节 只是着定量刑情节 不过它对量刑 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更深入地了解一下它 换一种角度说 我们更熟悉的正当防卫 就是一种极端的被害人 过错的情形 在构成正当防卫的情况下 可以免除处罚的 在1999年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 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里 有涉及到 有关刑事被害人 有过错 如何量刑的内容 既在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案件中 对于被害人一方 有明显过错 或对矛盾激化 有直接责任 或者被告人 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一般不应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这内容很快被各级法院 作为着定量刑情节 广泛运用 且不局限于上诉两类罪名 和判处死刑的案件 一些非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 根据实际情况 被害人一方 确有严重过错 在没有其他法定 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时 对这一精神 也予以了贯彻适用 在一些非死刑案件裁量时 结合其他法定 着定情节 对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的 也作为重轻处罚的依据 如过失致人死亡罪 交通肇事罪 非法拘禁罪等 也都有相关规定 都要求将互动关系中的 犯罪人因素和被害人因素 作为分析案情的着眼点和归宿 将被害人过错 作为量刑的重要根据之一 法院最终认定 本案被害人 张力存在重大过错 且犯罪嫌疑人 认罪态度好 没有再犯的社会危害性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张大爷有期徒刑四年 张大妈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很明显 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时 就充分考虑了被害人过错 因此对张大爷老两口 寓意了重轻处罚 知道恶号赶回来的小刚夫妇 看着哭成泪人的母亲 想想这么大年纪 还要坐牢的父亲 真是心如刀割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姐姐死的时候 是不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她后悔过吗 小刚是永远不会原谅她的 小刚给张力曾经的丈夫写信 告诉了她张力死亡的消息 很久后接到回信 我希望我的儿子没有这个母亲 张力这一生直到死亡 没有剩下一个肯怀念她的亲人 她自己的贪婪任性是不对 但是张大爷和张大妈 不应该承担 没有在她幼年时 教育好她的责任吗 是不是如果当初在张力幼年的时候 张大爷不对她百依百顺 张大妈也能放下心理负担 像亲妈那样去管教她 而不是躲着她 她就不会长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就不会对父母做下 这么激烈极端的行为 而引致杀身之祸 孩子需要言传身教 这样他才有可能学会适应社会 才有可能凭自己的能力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向父母去无限制地索取 我们对儿女最大的爱 是不是就该是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父母可是孩子人生的引路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他爱上了租自家房子的一个帅小伙 却遭到父母的反对 除了那张脸能看 他有什么真本事 他不顾反对选择私奔 冷静下来后 开始对这个帅小伙产生怀疑 什么工作能每天接工资 还数额不定 这个小伙是做什么工作的 得知真相的他 又会何去何从 为爱丈夫上贼船 下期播出